10月25号 永家交警在夜查酒驾时 一前一后是查获了两位酒驾司机 出乎意料的是 两人刚从同一个酒局出来 一起来看 一起喝酒的 那你们一起被抓到了 是朋友还是老兄 朋友是你们 同事是 两名酒驾司机 一个姓芳 一个姓汪 两人一前一后被交警查到 经询问 原来两人下班后 和几个同事相约去吃饭 期间各自喝了两瓶啤酒 饭局结束后 两人根本没把酒驾当回事 方某驾车在前面带路 汪某带着其余两位同事跟在后面 见到方某被交警查获 汪某原本想逃跑 结果被后方一辆公交车 挡住了去路 只得作罢 就知道前面一点 我说这么一点都应该没事 你这个酒驾不能开车的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 方某的结果为 每百毫升67毫克 涉嫌酒驾 而汪某的结果为 每百毫升90毫克 涉嫌醉驾 当得知醉驾和酒驾 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时 两人都后悔不已 我们下期见到最后一辆公交车